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不相信这是他发的 我不相信 坚定相信自己的两个妹妹 谢清燕和谢金燕身为大哥的谢顺福面对媒体 我相信她是我永远的家人 是我永远的妹妹 我不相信她会做这种让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我对二妈 我对二妈也是这样子好 所以说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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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谢清燕发出的声明谢顺福也不愿相信 这是自家妹妹所写的 反而矛头转向谢金燕的经纪人球球 甚至还回应谢清燕的声明 直说要球球放过他们姐妹俩 另外被波及的另一妹妹谢金金 他们姐妹之间是有一点嫌隙是吗 被问到姐妹间是否有嫌隙 诸葛亮的大儿子谢顺福沉默许久 但对于自家人还是全力相挺 只不过要面对诸葛亮这四房 还有弟妹们 他们两个人在他们上一代的事情 不应该到第二代 我只有这句话而已好不好 我对他们两个妹妹就像是我自己 他们两个就是我的亲妹妹 这个第三个妹妹也是我的亲妹妹 那这个最小的妹妹也是这两个妹妹的亲妹妹 我在讲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在朱葛亮过世后子女为了在医院里的照顾时间 灵堂成设祭拜仪式 最后还扯出媒体操弄的手段 本来看似只想争个面子 但最后一来一往却是让自家人和气大伤 TVB的新闻庄配文 郑一祥台北报导 好 也因为在这份声明当中 暗奉谢金金是朱大哥在媒体前的女儿 这样的话呢让大哥谢顺福非常的不满 他认为这是谢金燕的经纪人 球球在幕后操纵 也让双方因此隔空叫火 谢金燕亲上火线 用铅笔亲手写下声明 要替经纪人球球护航 认为大哥恶意重伤 说球球跟谢家事无关 何故遭大哥人格毁灭 谢金燕也强调 球球对我的好比家人还多 谢谢 辛苦你们 加油 加油 扶桑期间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谢金燕前往纽约为公益开唱 现身机场时旁边手紧紧牵着的 就是经纪人球球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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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谢金燕最沉痛脆弱的时刻 陪在身旁看得出两人交情深厚 球球原本是本土唱片公司宣传 后来担任谢金燕经纪人 谢金燕发言都是透过球球做代表 只有连诸葛亮最爱的那首歌 也是球球作词 彩排时球球弟谢金燕走位 不管是事业上或人身上 都是最好的伙伴 至于谢金燕发声明也是透过球球 请兔爸爸被绑架 讽刺妹妹是媒体前的女儿等等 一直到谢金燕同父异母的大哥 谢顺福12号晚间发声明 指控球球幕后操控妇女破冰 假传诸葛亮死讯 阻止两个妹妹参加告别式等事件 随后又有消息指出 诸葛亮台大三十几万医药费 是谢金燕悄悄父亲 消息一来一往宛如作战 也让家族跟经纪公司 分两边的派系之别浮上台面 谢顺福透过谢金金所属的 唱片公司发声明 把家族子女间的矛盾 矛头指向球球 隔日更亲自现身说明 始终不愿意相信妹妹 谢青燕的声明是本人的意思 而球球看到记者求证讯息 只说了一句谢谢 似乎在这个风头上 选择暂时沉默以对 诸葛亮追思灵堂 四度换上新遗照 也是第五次更换背景布置 预告二十号的告别秀 同夫一母的兄弟姐妹 将齐聚一堂悼念父亲 唯独谢金燕谢青燕 可能还是会缺席 体育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的是 很久没有在台湾荧光幕上 出现的谭校长谭永林 这次他发最新的国语专辑 当然校长出专辑 这个面子是很大的 找来了张学友阿令 还有五月天来跟他合唱 我们再来看看的 就是我们的特派记者 这一次还特地飞到香港 要跟着谭校长一起去逛街 素颜一身轻便的谭永林 向着到香港采访的我们走来 巨星风采挡不住 四十年的演艺厚度 他太习惯 有镜头随时对着他拍 今天挺热的 你们穿的衣服 至少你每天早上几天起床 明明是初次见面 这位巨星却让人有种 跟他很熟的错觉 完全没架子的随和度破表 甚至大方接受请求 一边化妆一边跟我们聊天 对这位巨星来说 没什么before after好在怕的 一切都是闹 现在把握最重要 他妈妈开始跟我话了 聊到看着他长大了 他要当我的女儿啊 对啊 看着他的儿子啊 女儿啊 现在在学啊 弄头发二那个事也跟我 超过三十多年了 你跟他三十年了 对 他以前 他只有不够一百斤的时候 到现在两百斤了 跟这个老板好 好吃的 所有好吃都给他 所有好吃都给他 谭友林的助理和装法师 跟他的交情 全部超过三十年以上 相处就像家人 工作气氛很欢乐 现场笑梗不断 听谭友林说国语 其实还有一点点声音 但他曾经在台湾发展过三年 1979年 谭友林常驻台湾拍电影 一拍就是二十几部 其中《假如我是真的》 一举摘下金马影帝 最佳男主角 谭友林先生 经文没定 听不懂没关系 心还在跳 假如我是真的 国语真的 我台湾话也可以啊 讲两句 没有啊 我以前就住在这个仁岸路吧 14号四楼 然后我就常跟这个 计程车司机说 弟弟乞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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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友林是港台两地最红的影视歌姨哥 唱片 电影 主持 三期打下超故事基底 让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直到今天依然巨足轻重 我一天留了八首 我八首歌 我从台湾 我在台湾当年拍戏的时候 我要请假回香港录音 一下飞机 从下午的两点钟 开始录到第二天早上的八点 我最厉害的时候 我是在日本六天宣传了106个节目 OK 好 40年魅力不见 跟着谭友林走在香港街头 亲眼见证 这位被香港人尊称为校长的破表亲和力 好激动 哇 食蕉啊 食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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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在这里 阿辉 有没有出炉鸡尾包 有 要几个 热不热 真的热 拿着点先 你要不要吃鸡尾包 鸡尾包要不要 鸡尾包 在哪里去 快点快点 过来过来过来 一路上几乎人人喊他一声阿伦 谭友林的真挚自然 吸引粉丝从五年级到九年级生 不分男女跨越时代 打他 你看街坊都是好像朋友一样 对 都是像朋友 你真的都这样子啊 对啊 他都是常常这样子 很好吃 香港九龙闹去的这条鲸鱼街 是谭友林最熟悉的市井小巷 每一家鲸鱼店 他不只叫得出名号 连里面的各种鱼都能如数家珍 两夫妇 两夫妇啊 鲸鱼街 圆永鱼 漂亮亮 鲸鱼街 张永 张志玲 我上次买了这个回去 这种鱼回去 他很爱睡觉 买回去 当天晚上一直睡觉 睡着没有醒过来 哈哈哈 他说只要有空 就来这里看鱼 不只是因为爱鱼成吃 有时也是眷恋一种人情味 旁边这一位 他叫自己住 鲸鱼街迪波拉 你上镜头了 三年拜了 新年快乐 过年了吗 三年拜了 那个我们好朋友 街坊伦理 街坊啊 是 小看他 他有车有楼 有船 很厉害的 大夜 在这个看店 你一次到演唱会吗 你一次到那里一定去啊 小心小心 鱼演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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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歌迷同场 让韩永 这些年来 即使有各种形态的演唱会 年年开十多场 依然一票难求 我妹妹啊 叫我 喂 我可以帮我买个六张飞啊 蛤 我去什么玩六张飞啊 我拖了关系都没办法 跟着啊 阿伦说 那你来做嘉宾啊 给你四张 那我好了 我来 如今我惊 竟将心已注明 那份爱念 演唱会常常爆满 不醉的人气 是谭永明长久以来的累积 许多餐厅 还高挂着他的照片 凸显出香港人 对校长的好感度 丝毫没有随着 时代减损只有增加 很多人问我 怎么每一家店 都看到你的照片 我说无所谓 他们喜欢拍拍完都放店 我说人家能够帮人家 就最好了 对不对 举手之舞就牢 能够帮人家就最好 人家不是会做完拍完照片 放在店里面会上市 但是不会嘛 对不对 反正这样帮帮人家忙 好像是最好的 他与好友李克勤 合开的茶餐厅 更是粉丝的朝圣地 因为大家都知道 要找偶像 可以来这里碰运气 他们最喜欢吃这个 厚切 厚切 厚切的 厚切的 厚厚 还有这个 你是不是说 我想和你唱那个节目 我上了 潘友林在自己餐厅吃饭 也毫不遮掩 就大方的 坐在最醒目的位置 边吃边跟歌迷画家床 那来送给你啊 好 谢谢 很好了 要你觉得酸的时候 你贴一下就好了 真的 又贴了 这个又贴了 我以为是吃的 这个好 这个贴好 我们常常 老累啊 在舞台上 这个有用 就说谢谢你啊 你得跟 补跟 在娱乐圈里面 诚意性叫 吹神 我叫 我有一个别号 叫善王 答善 答善啊 他的餐厅里 有着浓浓的岗位 餐点都是谭校长 爱吃的私房菜 现在还成为旅游书上 到香港必去的观光景点之一 我有很多歌迷 歌迷都是我们这个 怎么讲 监插员 有什么水平有变动啊 或者叫呼呼呼 那个歌迷朋友会告诉我 马上 他们就 那个 十一钟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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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马上改善 这个闻的汤呢 很重要 在早上十一点钟 的汤是什么咸度 跟下午不一样 跟晚上更不一样 所以我们尝一尝就 第一口 就先检查了汤 刚好 很满 一碗云吞面 看得出谭永林对细节 讲究仔细 一如他在竞争激烈 淘汰快速的香港娱乐圈 维持音乐实力和高人气 从不松懈 时时刻刻的临距离亲切感 谭校长封号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当之无愧 哇 谭校长真的好亲和啊 另外来看到一个 同样很有人气的新生代女星 叫做Angela Baby 这一次Angela Baby产后复工 她继续参加大陆综艺节目 跑男继续赚钱了 但是呢 就有工作人员报告说 Baby在录影的时候 被一个巨型圆球道具给砸到 整个人往后仰 奔跑把兄弟最新拍摄滑絮曝光 大球从山坡上滚下来 节目工作人爆料 另一头快步奔跑的 正是Angela Baby 只是还来不及 拔棋完成任务 就被大球给压倒了 放大画面再看一次 这颗球比人还大 Angela Baby被球撞到之后 直接洋堂倒地 久久不能起身 而这段画面也被节目剪掉了 我觉得今天这个球 跟我有仇 正式播出的画面 Angela Baby卖命玩游戏 结果当众跌倒 让粉丝相当心疼 事实上为节目受伤 走就不是头一遭 不管是被刘心锤打中脸还是重摔跌倒 过去Angela Baby就曾在出席活动被发现 手臂上的伤 连肩膀也被撞红 我觉得我还年轻 我还有那种拼搏的热情 然后去参加这个节目 也确实每一次都是带着一种去玩的心态去的 就每一次不管是有受到什么伤 或者是有什么咕咕碰碰 在自己心里面其实都是觉得 这是我战斗的一个勋章 Angela Baby节目中大小伤不断 也让老公黄晓明很心疼 不止一次要她别做了 如今又曝光被剧球撞上了画面 Angela Baby拼命的模样 肯定会让不少粉丝看了 舍不得 体育别次新闻 交换卫生静养特别 再来看到的是演艺圈的新好男人修杰凯 她刚退伍 而泰海凯呢贾静文 其实也刚生完孩子 这对夫妻党又马上要继续赚钱了 这一次呢他们接下了一个大陆的综艺节目邀约 外传制作单位是砸了上亿的经费 才让他们两个夫妻俩一块同框晒恩爱 年轻啊 这边还可以啊 但跟小鲜肉一比就不算了 那美的也有了 我们只能想到说我们很会生孩子 先是亏完老公修杰凯 接着又亏自己很会生孩子 贾静文 修杰凯难得同台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大陆综艺节目急速前进 节目找来这夫妻党合体 传出一记酬劳砸下近亿台币 但率先曝光的预告内容 虽然都还没有新的画面 不过贾静文已经先在自己的粉丝团 po出和老公修杰凯一起在机场准备工作的照片 两人合影超甜蜜 而且贾静文还标注一起工作好开心 甘苦共存 毕竟贾静文才刚生完三个月 竟然就开始工作 不过夫妻俩一起等于是可以编忙事业 也同时约会谈情说爱 另外还有 先前真人秀节目一路上有你也找来 袁勇怡和张智霖夫妻俩 把台上台下的生活全曝光 蔡少芬和张静也经常一起接代言 虽说找明星夫妻党厂商成本可能更高 但两人真实的情感合作 或许也能让效果和魅力因此加倍 TVB的新闻庄朋友郑翔 台北报导 上回来看到Big Band的队长GD发新专辑了 才上架不到一天 全球39个国家的音乐平台 就创下了台航榜冠军 上回来 台湾超样的男子团体Top1 正式出道了 这一次为了培养他们 甚至还让他们到韩国售去 整齐换衣的舞蹈动作 加上坚强的歌唱实力 这五位大男孩由孟远 思辰 怡伯 家伟 想象组成的Top1 不单有帅气外貌 还有坚强意志力 跳起蛙人操 展现激励与耐力 台湾男团Top1 经历节目海选 加上五年的修训期 更被送往韩国训练 20天就砸下200万 我们在韩国一天三堂舞蹈课 一堂三小时 然后两堂歌唱课 一堂两小时 然后还有健身课 然后还有拍照课 每天7点起床 8点开课 直到半夜12点 才能回到宿舍 拼了命每天集训16小时 就连体重也要控制 不能碰肉和淀粉 短短20天 简直魔鬼训练营 自己训练 一定是收很多 可是我觉得收的 就是他们的态度跟精神 把之前的表演基础 全部打掉重练 幕后造型推手 是曾经捧红爆梦堂男孩 和黑色惠美眉的Andy哥 他就用完全练习生的待遇 在对待他们 一个动作大概跳超过 200次到500次 通过人脉把自家艺人 送到韩国社训 目的就是希望打造 台湾新生代男团 毕竟目前台湾演艺圈 团体的断层相当大 我觉得市场性的改变 在于有没有公司 是愿意投入投资 感叹目前唱片市场 许多经纪公司眼光不够长远 但他愿意砸钱栽赔新人 仿造韩国演艺圈的 练习生制度 要让这一群台湾大男孩 也能走向国际 TVB的新闻 刘仲平林指挥台北报导 Big Band的队长GD發新专辑 才上架不到一天的时间 竟然就登上排行榜冠军 每天都带到都 变成了 Big Band的队长GDragon 用自己的本名全智隆 推出新专辑 朱达哥MV 花了两天的时间筹备 不过他只用一个小时 就完成了拍摄 即使没有华丽舞台和布景 只靠背上的歌词和情绪 就席卷全球39个国家的 音乐平台排行榜冠军 见证韩国天团的不败魅力 不过新生代男团 防弹少年团也来势汹汹 即使新歌已经推出一阵子了 却还是有许多人争相模仿舞蹈 跆拳道表演团体 把歌曲原本的编舞融合 跆拳道踢腿和出拳的动作 让舞蹈更有气势 防弹少年团 成为新生代最红的男子团体 这首歌曲也是他们第六支 浏览人数破亿的MV 不论是海流霸主必干 或是人气超行的防弹少年团 看数字就知道他们的歌迷 拥护全球 这比原新闻最好报道 好 GD的人气非常高 不过在韩国首场演唱会 竟然有女粉丝冲上台 抱住GD B片队推出第二张个人迷你专辑 还准备开启世界巡回演唱会 学校晚间在首尔开唱 没想到 这一名戴着帽子的女粉丝 疑似喝醉酒 直接冲上台 一把搂住GD的脖子 强行要抱着她 工作人员健壮 立刻把这名女子拉下舞台 不过临危不乱的GD 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甚至还继续唱着歌 被粉丝大赞相当专业 但也让粉丝大怒 安管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漏洞 虽然出现小插曲 但演唱会依旧惊喜连连 找来国民美媚IU担任嘉宾 两个人更首度表演 GD为IU制作的这首歌 让粉丝又惊又喜 不小心 不小心 惊喜不止IU 找来同门师妹CL 一起展现RAP的快嘴功力 CL更是穿着深V爆乳装 性感指数破表 原本因为团圆Top爆出吸毒事件 所以这一次GD专辑宣传 较为低调 许多粉丝都担心GD会受到波及 不过GD的销售成绩 不仅没受到影响 GD演唱会也是照样爆满 展现超凡人气 TVB的新闻 龙虹昌龄指挥总的报导 感谢你收看今天宅男的世界 我是怡静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